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 我们感谢上帝的带领保守我们平安度过了以上十日 今天我们又再见面 当我们还没有听上帝的话语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的爱 你看顾保守我们平安度过了以上的十日 今天进入新的一天 你仍然给我们有生命气息 当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今天的工作 我们愿意主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各位,今天早上的读经运动的凡事 是在明书记第十二章 我们给他一个主题就是面对真正的问题 妒忌呢,是人的一个本性来的 妒忌呢,会造成什么呢? 人的不满 反而会造成自己的骄傲 而呢,开始呢,愤怒或者生气 为何一个人能够妒忌呢? 那妒忌的原因 第一,我们看到 当别人不断地被称赞过于我们的时候 正如少罗妒忌大卫一样 因此呢,少罗就很想要谋杀他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一个真正的问题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别人妒忌我们 或者我们可以妒忌别人 不管是在任何的日常的生活里 在任何的地方 特别是在教会里 我们也往往会面对 或者会看到这种的现象 当我们妒忌别人的时候 是因为呢 别人不断地被称赞 而我们呢 不得到那个称赞 所以我们个人呢 就心中产生了一个什么? 一个妒忌 为什么他被称赞? 我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我们就开始发脾气 我们就开始不满 而且能够生气 这样的话呢 我们对那些人呢 就开始会排斥 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会面对这些 在人与人之间 能够不相合的时候 因为呢 其中之一 有妒忌的心在里面 所以那个人呢 就开始很想排斥别人 妒忌呢 能够开始破坏人的感情 为什么呢? 因为妒忌呢 使人与人之间有一个隔绝 或者呢 妒忌呢 能够开始呢 找那些 就是妒忌的人 开始找那些 他的朋友 一起或者一同 来破坏那被称赞的人 或者排斥那些人 那第二方面呢 我们看到 那妒忌的人呢 常常呢 他认为自己呢 比那个被称赞的人呢 更好 他所做的更多 更能干 所以呢 心里就开始什么? 妒忌了 他认为 他应该被称赞的 但是为什么那些人呢 他的能干 他所做的比我还差 还小 但是呢 他们被称赞 所以呢 当妒忌的人呢 他认为他的地位 比那个人更高的时候 他也开始不满 他也开始会 什么 心中有一个妒忌 有人曾经告诉我 这样的说 在侍奉里啊 或者在一个教会里啊 我们看 我们要看的 就是领袖的脸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最好 他说 你不要做事 多过你的领袖 或者你被称赞 过于你的领袖 是吗 是的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因他能把你换到 像什么 另一个地方 但是我希望 在我们的国语堂 没有这样的现实 第三方面呢 我们看妒忌呢 能破坏 人与人的沟通 与关系 那妒忌的人呢 一定呢 会想办法 各种的方法 来排斥 那些被称赞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能接受 为什么 那些人被称赞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开始怎么样 来拒绝那个人 这段的经文呢 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 很大 很大的功课 在十二章第二节 圣经说 难道也要华丹丹 以摩西说话吗 不愿意我们说话呢 亚伦认为 他是大祭司 而米利安呢 也是一个先知 他们也应该 得到上帝 亲自对他们说话 他们认为 他们也应该 得到像摩西 这样的地位 所以呢 他们呢 也溃棒他 这是在第一节 这个也是 妒忌的结果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 摩西的 这个属灵的 这个功课 就是他 虽然被溃棒 他没有 以他们来 什么 分争 十二章第三节 摩西为人 极其 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因为摩西知道 这不是他的工作 乃是上帝自己 呼召他出来 要带领 这个 以色列的百姓 让上帝来自己 亲自自己 处理这些事情 不需要 自己来防备的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活中 往往我们会 面对这种的情况 特别是 在上帝的事工里 我们不需要计较 别人批评我们 我们也不要计较 为什么别人被称赞 我们没有 我们唯有不断地 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我们认真的 用信心来仰望上帝 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上帝要看我们的内心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面对现实 我们不需要逃避现实 这是人真正面对的问题 愿上帝祝福大家 阿们 我们再次低头祷告 上帝求主你 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明白 主你自己的真理 当我们面对事实的时候 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一颗爱心 忍耐的心 宽容的心 来接纳一切的事情 祷告封出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